那麼同時說論文我們要持續來關心 再來我們要看到了這個蔡總統論文爭議 那麼LSE倫敦政經學院替蔡總統學位來背書 好 現在最新的進展呢 旅美學者林環牆林教授呢 現在在4號在他臉書上貼文了 他說英國最高的 這個英國高等行政法院最新的判決才是 該案退回一審行政法院且因患法官 他表示呢 英國高等行政法院8月4號正式公開 6月21號做出退回一審行政法院 換法官更審的裁決文 同時他也說了他4號正好遞交了一份補申訴 進入到英國一審的行政法院 那麼對蔡英文論我們一系列 無可辯駁的鐵證 那麼基於因為英國的一個法律規定 所以細節它是無法公開的 不過這是最新的一個進展 我們請教楊群 最近有一種很紅的歌叫羅薩海事 我今天很有感觸 待會我們也會來 待會就要討論了 這個食物吃下去過七聰對不對 第一聰是喉嚨嘛牙齒 然後為那邊噴門嘛 再下一個門叫做論文門 過了論文門以後就到三順黃泥地 那三順黃泥地有一個一丘盒 一丘盒裡面有狗狗鷹 那個擦桿對不對 那個帶頭的叫幼雞幼鳥 對裡面就養了很多的這種 帶個假博士 帶個這個博士帽的這些擦桿對不對 他老是把那種拿一個鞋拔 拿來當如意騙老百姓 拿一個那個假的論文對不對 我覺得這歌形容得很好 是不是就是拿一些假論文 來騙我們老百姓說他是博士他是什麼 但是你明明就是個草包 你在怎麼洗你就是個草包 你再多點的博士帽 穿再多的博士袍 你就是假的嘛 就假的我覺得這個擦桿是誰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這些論文文最近好像很多 從這個林志堅事件開始 陸陸續續被挖出來 那我們蔡總統 我們當然沒有證據 這個是法律程序 我們要尊重法律的判決 到底是他的論文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你身為一個總統 你就真的是不應該 在這種學術上面受到質疑 對不對 你受到民眾質疑 其實是很不恰當的 我這邊特別要舉一個 其實論文是一個 除了說代表你的學識之外 更是一種榮譽的表彰 像我們亮哥是博士 但是代表他榮譽的表彰 那美國我特別講 美國人家之所以 為什麼強大有他的造理戰 美國曾經有一個海豹士官隊 海豹特遣隊的士官長 他們海豹士官的標誌 是一個三叉戟的標誌 戴上那個就表示他榮譽 就代表他是海豹出擊隊員 那是一種榮譽 後來這個士官長 有一次他跟那些這個屍體 他就是被他戰爭打死的那些敵人的屍體 合照的張相 那美國國會認為說 你跟這些屍體合照有損榮譽 有損軍人的這個形象 所以把那個三叉戟給他撤掉 那那個士官很生氣很難過 他們就為了說你 你因為有這張照片把你撤掉 這代表什麼就是人家外國人 他是很重 一個勳章一個徽章都代表這種榮譽 那你何況是一個博士的這種學位論文 今天身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我覺得你應該更高 更高標準的一個道德 來看這個論文們的事件 就是說你必須要給國家 國人一個公平的審判 你不能遮遮掩掩的 今天拿出來這些 我們都知道論文來講的話 應該是我就公開給大家審查 公開給大家看 有些東西大家願意引用 對我來講是一種榮譽 對我來講 那你為什麼要把這些論文藏起來 而且他藏了那些理由 那時候連我們這些不讀書的人 都覺得說不是理由 沒辦法接受 他不放也不硬 就放在那邊說要封存起來 連我們只有小學畢業的 我們都覺得說不太對 我小學的作文都給人家看 希望大家都看到 那應該是很驕傲很榮譽的事情 那後續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這個狗狗贏 後來就一大堆跟著學 有樣學樣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出了很多的 這種落門事件 是不是因為有樣學樣對不對 帶頭是這樣做 我們後面也跟著學這樣做 不過一個個也都爆出來了 對 好那我們也歡迎蔡政委員 來在現場 委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呢 也請這個委員再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先前有討論了 那麼蔡總統的論文們 持續大家都還在關注 那麼現在這種話 有話歌呢 在節目上爆了個料 在我們廟口開獎爆了個料 說論文們大家認為說 應該是彭文正彭P發動的 不過他現在說 事實上這個超大咖是誰 他說是賴清德 我不相信 因為 如果說是郭貝鴻 我還相信一點 賴清德我不相信 因為 以他過去的形勢作風 他應該都是那種正面攻擊型的人 不是這種側面這個發動攻擊 所以張有化的 沒有提出更具體的證據之前 我判斷應該不是賴清德 有所保留 至於這個論文 我很難信服說蔡英文的論文 是會有1.5個博士 或者他有一個博士 我很難信服 因為他的論文的出現 太過詭異 哪有說圖書館找不到 阿亮你的博士論文 你們一如大也找不到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封存30年是叫 絕對機密 這個有什麼絕對機密 我看不懂 裡面是有這個核子四報的資料 還是他們立將軍 他們軍隊裡面部署的絕對機密 也不可能封存30年 所以我是種種刑機讓人覺得很詭異 那比如說我這個博士論文也不是特別成才 我寫完了也要有書上要給我出版 我就馬上給他出版 我恨不得前天才知道我也這一份博士論論 歡迎你們大家檢討博士論有沒有抄襲 也歡迎你們檢討博士論是真是假 而且還公開放在最近在香港書展舉行 讓你們去看啊對不對 剛才那個立將軍講對 這是一種光榮 有人把光榮藏起來 而且再說博士論文沒有人會散裝 好一點像活躍錠的 你的博士論是活躍錠的嗎 都直接是裝冊嘛 對 而且是送給口試委員 就要裝錠很漂亮 應該耶路也應該是一樣 送給口試人 那口試人有修改回來 這博士論還燙金 燙金那太貴了啦 所以回來了以後修改 也是裝錠很漂亮的成冊 不可能這種散裝的 還用白手套在那邊翻 好像那個什麼甲骨文是不是 這個種種詭異的 讓我打到一個結論說 他沒有博士論文 所以到現在還是一樣 持續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個只有政黨倫敵才可能查啦 才可能被真的翻出來 對 因為現在柯文哲跟侯友宜 都承諾要公開嘛 所以讓大家繼續看下去 希望他有公開的一天 讓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這個真博士假博士 好 那持續我們看到 說到這個政黨倫敵2024 好 現在趙春生教授呢 也看到說看完最新的民調 他這個新冷的一節啦 那麼現在朱立倫 國民黨黨主席就說了 7月23號過後呢 在全代會過後 侯友宜的民調明顯上升 所以他表示說這個黨內呢 這個團結成果數據是滾動的 會不斷的參考 只要藍軍不團結 或是只要非率分裂 那賴清德真的躺著選 只有努力才能夠勝選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 侯友宜防疫的論述獲得好評 9月防美大家也期待 能夠更上一層囉 請再亮哥 這個 9月這個當然對 侯友宜的形勢有利啦 基本上 因為 那個賴清德去美國 大家已經知道了嘛 他不可能去華盛頓周邊嘛 而且所有的行程都不能夠公開 然後去甚至連敲宴也不能公開 那基本上只有一個晚上跟一個下午 所以去紐約 然後回成那個舊金山 對 叫做草草結束啦 事實上民進黨內部也認為 不失分就好啦 所以就會對比侯友宜嘛 因為侯友宜 目前去華盛頓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坦白說啦 國民黨經營 這個經營美國跟日本很久了 尤其是美國啦 這個 我相信國民黨的關係啊 要讓侯友宜見到一些重要的人事 不難 不難 所以 當然也許也會被要求啦 說拜託是不是不要公開這樣 那 這個當然 侯友宜大概要去了解一下 前後可能會發生一些事件啊 比如說我們先舉例 比如說賴清德 他去美國可能是八月中嘛 那中國大陸可能會做動作 中國大陸不太可能沒有反應啊 那我覺得侯友宜可能也要有所表示 就是說 因為對於那樣的一個事件 他可能也要有一個態度啦 那因為他如果沒有態度 那郭台銘就先表態了啦 因為郭台銘823要去金門嘛 那也是在賴清德去美國之後沒有多久 對不對一個禮拜 我是認為 賴清德去美國 中國大陸一定會有所表示 我講的是在台海啦 對 所以 你總要對那樣的一個事件 有個態度嘛 必須要有一些回應出來 對 因為侯友宜的基調目前就是說 臺灣沒事 日本就沒事嘛 那臺灣沒事 美國應該也沒事嘛 所以他的基調是要 跟民進黨這樣反著講嘛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 對於臺灣有事 他越來越沒有能力去處理嘛 所以他都是希望日本也要有事 美國也要有事 大家都有事 然後你們都來出兵嘛 就國際大連結嘛 目前民進黨的論述就是這樣 因為他對於臺灣有沒有事 他已經沒有能力去處理了 那整個方向就是往有事的方向在發展 就是有事 大家都有事 他希望 事實上日本跟美國才不想出事 他們不想出兵嘛 是 那侯友宜既然你要摸取和平嘛 這個就是你的機會 是 可是你如果被 我跟你講那個時候 你可以想像那個臺灣的黨政軍 所有的政府機構的 包括外交部啦 國防部啦 侯友1450啦 動起來 一定完全一致啦 來說你這個時候還講別的話 你就是不愛臺灣啊 同路人啊之類 一定是那個氛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對 你是在野黨 不管你是侯友宜 柯文哲或郭台銘 就考驗你 在面臨這個情況之下 有沒有被同化啦 他就要逼你同化嘛 不敢講話嘛 或者是被逼著 他就跟著民進黨講話嘛 那這個時候就考驗你的領導力啦 事實上你明明在兩岸路線上 是跟賴金德很不一樣的 不然你怎麼會把臺灣沒事當作最主要的核心呢 因為人家就會問你說 為什麼你當選臺灣可以沒事嘛 對不對 你要回答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的時候他應該要勇敢站出來 說我如果當選總統我可以保證臺灣沒事 因為他這是從日本回來喔 我覺得他在日本真的表現得不錯啦 因為臺灣沒事 日本沒事就是在日本講的 對 那回來之後他不是說我會用我的性命 來保護臺灣嘛對不對 那更重要人家是期待的 我們我們期待的是說如何保證沒事 我覺得這個他要有一套說法 是好可以先做好準備嘛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這件事情 會往這個方向去 而且對 而且他接下來就要去美國啦 對 他也要用同一種論述 去跟美國人講啊 所以我認為如果說在日本這個算是一個 那個我們說是一個熱身賽 那他在日本講得不錯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要去美國了嘛 那美國藍營會有更多的專家陪他去啦 對 所以我是覺得他要堅持自己的步伐跟節奏 還有調子 不要被打亂 然後讓大家就知道說真的碰到危機的時候 他可以挺得住啦 大概是這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